好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座老师 你们的老朋友 那么今天不肯大家讲一些事实的旁边 给大家来讲一下这样的一个复盘软件的用法 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想法 你要能在想要在这个市场上面迅速得到印证 那么复盘软件的使用至关重要 复盘软件的使用如果用的好 能让我们的事情是被公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个复盘软件 我们的复盘软件叫做五一复盘软件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 我会把这个软件的一个详细的使用方法和教程 然后注意些什么地方 一一的给大家说清楚 那么首先在哪里去把这个软件调用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这样的一个MT4的这样一个旁边 大家点击显示 点击显示完之后 这里有一个EI交易测试 对不对 EI交易测试之后 点击我们就看到 这样的复盘软件 这样的一个界面 在下面对吧 这样一个界面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界面有各种选项 那么大家不要着急 每个选项 我都会给大家说明其中的意思 好不好 那么首先 那么EI交易测试对不对 在这里有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大家就点击我们的 如果大家有其他复盘软件 就点击51 这样一个就可以了 就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复盘软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交易品种对不对 交易品种的选择 目前我们选择是每日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 选择任意一个你想要复盘的品种 都可以找到 都可以找到 比如说咱们的欧元 对不对 欧元也可以 咱们选择欧元 然后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时间周期 朋友们 时间周期 这个也很重要 大家在复盘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1分钟5分钟到4小时的听途都可以 大家一般选1小时 咱们复盘的话 是吧 1小时它的效率比较高 然后再往下走 这里有一个复盘模型 复盘模型 大家就点击第一个选项就可以了 那么也不再过度的去解释 就选中第一个 好不好 好 那么选中完第一个之后 再往下走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适用的日期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想复盘哪一个时间段的行情 如果说我这个选项是7月15号到7月18号 我想复盘这三点的行情 那么我就把这个时间预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想复盘自己想要的时间段 那么就在这个选项里面选中你想要复盘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了 这个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 然后再往下走 有一个点差 这个不重要 因为是复盘 咱们用的是10盘交易 大家就选择单前就可以了 然后复盘显示打勾 那么所有的选项 帮大家再做一个这样的解释之后 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清楚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复盘工作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再来确认一下 我们选择复盘的品种是欧元 然后是一小时级别的一个图形 日期选择了15号 7月15号到7月18号 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作为这样的一个行情 作为一个复盘的一个选项 那么接下来 把所有的选项都设置好了之后 咱们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个位置 朋友们 是不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想要复盘的那个时间段的一个界面 然后咱们再把我们的一个模板调出来 这个模板就是我们看盘的模板 我们一般用这个 好 那么所有的设置 基本就已经都到位了 那么是吧 我们这样的一个旁边 现在显示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就是按照我们之前预定的那样的一个时间 或者时间周期 做出来的一个安排 然后接下来是吧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了 我们怎么去安排它 怎么去下单 是吧 能不能下单 大家接下来 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 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顶一下这个 这个是暂停镜 暂停 对不对 然后大家跟着我的思路 在这个位置里面 导航顶记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脚本 朋友们 脚本就是我们实行买和卖的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脚本 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是Buy 这个就是买的意思 Close 这个英文就是对应于我们的一个 避仓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止盈或者止损 或者说 或者说把这个单子做个了结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sell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做空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Buy就是做多 第二个close 就是把这个单子做一个了结 第三个sell 就是做空 那么这三个选项 就是我们做多做空 了结单子的一个设置 在这个地方 好 把这个界面调出来之后 朋友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吧 比如说 每日 目前这个地方 我按照我的思维逻辑 我觉得这个位置应该下空单 对不对 好 如果是下空单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空单怎么下 点击sell 对不对 双击 朋友们 双击完之后 大家看到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里按了暂停键 双击完之后 我们点运行 把这个暂停键 点击一下 点击播放 或者点击开始 好 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行情是不是又在动了 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红点 对不对 然后下面有一个数字 红点 就是我们进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和时间 对应在这个case上面做空的 然后这个东西 上面有个数字的变化 就是我们做了艺术 那么目前的一个福音的情况 好 朋友们 咱们把这个时间 把这个 把这个运行的速度 其实这个速度条 速度条 大家可以往前再拉一拉 让它一个行情走的速度 再加快一点点 好 再点开始 朋友们 是不是行情变动的快一点了 这个时候 咱们在这个位置就下了个空单 用复盘软件 印证一下 咱们在这个位置做震荡的思路 看能不能够走成功 行情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下了个空单 目前盘命还在一个纠结之中 还不知道这个空单能不能够盈利 我们来看一下 先让它跑一跑 大家不要着急 好 那么这是咱们的一个复盘软件 咱们先把这个单子做一个了结 然后我再拿这个单子做一个举例 好不好 大家先安静的 先看它几分钟 让它稍微走一走 那么这已经是一个最快速度的一个走势了 好 我们再等一等好吧 好 这个开心还在剧烈的运动 刚才说了一个刺头 然后开始可以看到 行情开始有一个往下走的迹象了 好 朋友们 大家再等一等 再等个一分钟 应该结果就能出来了 好 或者说朋友们 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欧元震荡的空单 能不能做成功 我们再来等一下 好 朋友们 是不是下来了 至少到这个位置了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等行 或许的行情继续跑了 好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做空 到这个位置 我有盈利了 刚才我按了暂停键 这个时候 我想把这个单子了结 怎么做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刚才说得非常清楚了 点击中间这个 就是把单子做了结 我们继续双进 双进 双进完之后 我们点开始 开始 朋友们 这个时候 我们暂停一下 就可以看到 63 这个数字已经不再冰冻了 对不对 63 已经不再冰冻了 就说明 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下的空单 在这个位置了结了 然后我们这个想法赚了63美金 我们下的是一手 这个是一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旁边之中 是不是有一条红线 虚线的红线 是不是这个点到这个点 大家看到没有 有一个虚线 这个虚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单子 是从这根开线这里进场的 是从这根开线这里出场的 所以说把我们所运行的时间周期 又也用这个虚线给表示出来了 所以说咱们每个单子都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在哪里进场的 在哪里出场的 用这个复盘软件都能解释的明明白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还有几个选项 是不是有一个优化结果 对不对 有一个结果 对不对 有个建制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其他两项是空白的 咱们就不再过分的强调 结果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刚才做的一个开仓必仓的动作 好 我们其实资金是一万美金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做空了一手 然后在这个位置 做空了一手 然后第二个动作 我们把这个做空一手的这个单子给了结了 然后赚了六十澳美金 所以我们的资金从一万 并到一万零六十澳 这就是这个单子 在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还有个建制图 对不对 建制图也非常的清楚 刚刚开始在这个起点 起点应该就是一万 就是一万 对应这里应该就是一万 然后赚了六十澳美金 现在是一万零六十澳 所以建制图也非常的清楚 好 朋友们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复盘软件 基本所有的介绍 包括每个选项 包括这个位置 怎么去开仓 闭仓 包括后面 怎么去看我们做的一些操作结果 进制图等等 所以说这款软件 其实非常的一个方便 功能也不复杂 一用就能够上数 所以说整体的流程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 从把这个复盘软件调出来 然后到每一个选项 怎么去设置 然后到怎么去做空 怎么去做多 开仓 闭仓 怎么去做 然后怎么去看我们的结果 到这个结果 进制图等等 一系列的流程 那么就是这么完整的一遍 好不好 新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重要的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复盘软件的用法 有任何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新朋友们 咱们有机会 再见 再见